寒冬时节正在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谋火力团 展开多炮型多弹种跨昼夜实弹射击 检验炮兵全天候打击效能 高原地区温差大 风速和风向变化莫测 火炮容易出现操作不灵活 射击精度降低等高原反应 大家为了圆满完成此次任务 确保发发命中 前期对火炮进行了高标准的保养 大使进行了专业训练以及协作训练 火箭炮打击密度高 有效射程远 是高原作战持续火力输出的主战装备 火箭炮分队刚刚抵达预定阵地 就接到了对远程目标 实施高密度覆盖式打击的指令 此次实弹射击 这个团还首次运用大威力弹 增程弹等特殊弹种 并收集整理高原高寒条件下 实射数据 夜幕降临 发现和捕捉目标变得困难 炮兵班通过前期训练中数据 减少暗夜条件对火炮射击的影响 快速完成目标瞄准 实施打击 官兵在高海拔陌生环境 复杂地形中 接受了实战化检验 一线之地火炮 快速完成了目标搜捕 捕捉定位 这个团不仅担负着 对地面目标打击的任务 还担负着区域防空的重任 目标左行 目标返航后 组织抗讯 树门高射炮搜索捕捕捕目标 当把机刚刚触及射击 便遭到密集火力打击 此次实弹射击 是在海拔4000米以上 多炮种实弹引训 有效增强了官兵 戍边守防 敢打必胜的信心决心 迎着大雾机动 趁着夜色打击 近日陆军第79集团军 某合成旅远程机动 在复杂气象条件下 展开炮兵跨昼夜 实弹射击演练 部队长途机动 精准打击 快速应变等综合作战能力 得到检验 浮小时分 炮兵分队开始向目标地域开进 途中道路崎岖黄沙漫天 加上突如其来的大雾 增加了行军的难度 到达指定地域 侦察分队前出捕捉目标信息 实时回传数据 炮兵分队同步展开阵地构筑 并根据回传信息 装定射击目标参数 展开首轮火力打击 经过多轮打击后 侦察分队发现小股敌人 向炮阵地接近 指挥员迅速组织人员装备 向预备阵地转移 夜幕降临 温度骤降 官兵趁着夜色掩护 采取重点火力突击 灵活穿插射击等方式 完成对敌目标的火力覆盖 在连续多天的实弹射击中 官兵对十多种不同类型的目标 实施了精确打击 重点对炮兵分队筹划决策 指挥协同等内容进行考核 此次实弹射击 我们严格标准 细化流程 不断地探索低温度条件下 空气密度 风力 风向等因素 对射击精度的影响 全面地检验了 我们的武器装备性能 和人员的综合素养 近日 驻守在新疆天山脚下的 新疆军区某汽车团 一位入伍16年的老兵 即将脱下军装 光荣退伍 而在军旅生涯 仅剩的48小时里 他依然开车在路上 12月初 天山腹地浦江大雪 对于常年征战昆仑的 汽车兵来说 这样的冰雪天气 是最佳的练兵时机 还有48小时就要退伍的 四级军事长魏道宇 参加了任务之外的 最后一次冰雪路面驾驶训练 今年进行最后一支任务 我碰到这个大雪天气 我把这个冰雪路面 绑什么绑放花链 把新疆注意事项 给你讲一下 希望你以后 把这些技能学会 运用到每次的运动更多 讲解结束后 魏道宇像往常一样上车 系好安全带 转动钥匙启动 车辆平稳地行驶在冰雪路面 师傅还有两天就要离队了 徒弟何浩东知道 这是最后一次 跟着师傅学技术了 车队在冰雪路面艰难前行 车队在冰雪路面艰难前行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行驶 车辆终于到达 此次雪地驾驶训练的终点 这一路都很顺利 但是训练教学还没有结束 停车以后把这个雪冰出掉 这个地方是前翻液压油 冰多了容易上冻结冰 一结冰前翻由于冻住 前翻打不起来 发生故障无法排除 在我军旅16年的生涯里 有很多舍不得 其实就让我舍不得了 这里的战友和陪伴我的车 因为他们一起陪我征战昆仑 遇下了很多美好的瞬间 经过简单的休息 车队开始动员返回营区 魏道宇决定让徒弟 赫浩东驾驶车辆返回 检验一下他的训练成果 今后方向盘就要交到徒弟手里了 但只要魏道宇还坐在驾驶位上 就依然重复着同样的叮嘱 当车辆进入市区时 徒弟的训练课结束 魏道宇又重新坐回了驾驶位 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突然车里的车载平台 传来了战友们的临别祝福 咱们脱游客营的同志们 战友们大家好 今天非常最近的16年 老兵四季军长魏道宇同志 少言少语的魏道宇 听到这首战友为他唱的驼铃 顿时泪流满面 歌声背后是一个个熟悉的名字 一张张亲切的脸庞 一段段拼搏的回忆 第二天 连队为今年服役期满的老兵 举行了向连骑军车告别仪式 魏道宇编配的车辆 曾陪他到过海拔 4500米昆仑山的各个哨所 执行过上百次高原运输任务 安全行程三十八万七千六百公里 和后龙同志 今天我正要脱下军装 离开军营 现象资料交接于你 请师傅放心 我一定会挠记您的嘱托 以严谨的作风 良好的形象 过硬的技术 传承昆仑七三兵的光荣传统 请教程 军车虽然无言 但会记得老兵的每一个军力 屏幕上的这张图片 是魏道宇在离别时的敬礼 他无法伸直的右手小拇指 是在一次执行任务时 被修车工具砸伤的 弯曲的手指 蕴含了16年的奉献与付出 高原汽车兵 向你们致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